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金融管理 好 各位同学好 我们今天探访这个第六章 就是第九讲 金融机构经营这个策略 当然这一章的最主要的重点 在给同学分享 外在环境一直在改变 所以你内在的经营条件 也必须随时去因应跟改变 当然各位同学可以了解 活化金融业可以带动经济成长的潜能 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所以金融业的最重要使命 就是要带动产业的成长 协助就位的增加 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个使命 所以关于这个本讲的重点有两个 第一个呢 了解这个台湾 这个金融机构这个行销的规划 了解金融机构的规划 第二个呢 了解金融机构的行销的策略 好 那我们现在依稀给同学做一个分享 有关于这个金融机构这个行销规划 当然各位同学可以了解 其实任何一个产业同学要记住 有它核心的价值跟核心的能力 金融机构的核心价值是在文化跟人才的生根 人才是银行的资产 不是它的成本 还有每一个企业有它的文化 这个文化可以看出它的品位 所以它的核心构是说 人才以企业文化的生根 第二个核心的能力 这个核心的能力 就指它的这个经营的策略 跟获利能力 获利能力 因为银行也要永续地经营 所以说这个行销的规划 是要给同学了解说 在未来整个大环境的改变之下 当然各位同学可以了解 现在都是这个自由化 全球化 每一家银行都非常的竞争 所以每一家银行都必须知道 了解你的客户在什么地方 也就是说No-Eva-Custom 这个KYC 然后在道德的规范之下 来拟定我们的行销策略 来提升我们的经营绩效 来创造我们的经营的一个竞争力 那么有关这个行销规划当中 有四个主题 要跟同学来共同分享 第一个主题我们就是指说 现况与未来的分析 这个现况与未来的分析 是给同学了解说 站在总体的环境 总体的环境 我们必须了解说 整个行销哪些改变 也就是我们可以从客户的变化 产业的变化 景气的变化 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当中 我们来找出我们银行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我们的缺点在什么地方 我们的机会在什么地方 我们的挑战在什么地方 也就是说现况跟未来分析当中 最主要是利用我们企业管理上所讲的SWOT 了解我们的优势 我们的类似 我们的机会 我们的挑战 我想这个SWOT的过去现在未来 对每个同学来讲都非常重要 每一个人也必须了解 你有哪些优点 你有哪些缺点 你的机会在什么地方 你的挑战在什么地方 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用心地去思考这个方面 如此的你才有办法找到你的方向 你有方向 有希望 才会激发起你奋斗的动力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现在人都迷失你的这个现况 跟未来这个了解 因为你不了解这SWOT 那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然后透过这个SWOT的分析 我们进一步就可以了解 切认我们的经营的目标 那么这个经营目标当中 当然各位同学 最主要是了解 我们的客户在什么地方 那么提供我们贡献的客户 就是说高净值的客户 有价值的客户 有向心力的客户在什么地方 也就是刚才所讲的 KYC 任何一个行业 都要了解你的客户在什么地方 因为现在市场很竞争 每一家原来有它的产品 市场有它的七个 有它的差异 那么你的竞争 你的产品 在跟人家竞争中 有什么优势 你在市场的地位为何等等 你才有办法拟定你的短中长期的一个目标 如果说你要追求短期的存款成长 有存款成长的策略 你要追求长期的这个成长长期的策略 所以短中长当中的各有它不同的策略 来达到你的不同的短中长的目标 所以这个经营的目标 我们一定要切立 因为现在环境非常非常的竞争 任何一个行业 我们都必须先把目标切定 刚才给各位同学报告 有目标你就有方向 你就有希望 你才有办法激发你奋斗的一个动能 这是非常重要 所以现在人因为没有目标 就没有方向 没有方向就很容易 又被外在环境所诱惑或迷惑 即使会诱惑迷惑 我们都是一些妖魔鬼怪 所以同学都很谨慎 尤其现在这个社会又非常的多 因为你没有目标 因为你没有方向 然后再来我们再进一步探考说 一般七个市场 这个七个市场最主要是给各位同学说 因为银行它的规模各方面都非常有限 所以我们必须也针对我们银行的属性特性 那么我们来找出我们的定位 我们可以按照客户群 按照地方来七个 按照心理因素的七个 因为现在物质水准提升了 有些有信用心 现在金融卡 还有信用卡 你看有各种不同的卡别 享受一般所讲容易也不一样 还有一般机构的七个 还有效用的七个等等 也就是说在这么多的竞争者当中 我们一定要找到我们的市场 如此才有办法将我们有限的资源 落实到有价值的客户 有价值的地方 有价值的产力 有价值的机构 所以市场七个也核心的思维 就是说希望将银行有限的资源 来创造最大的一个效益 它的目标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再来我们讲说设计行销的策略 当然各位同学 其实一个银行 在设计行销策略当中 我们要先了解我们的产品 我们的顾客 我们的通路在什么地方 其实要成就一家银行 当然除了产品客户通路 最重要是我们的服务 我们的服务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策略理定当中 我们的关键 关键就是说要来满足客户的需求 创造客户的意望 来确保我们的竞争的优势 竞争的优势 好 我们先暂停一下 所以各位同学 我们可以了解说 这个行销的策略 最主要是透过我们SWAT 就是说我们的优势 我们的劣势 我们的机会 我们的挑战 来拟定我们的一些行销的策略 营运的策略跟方针 所以这个方针的核心思想 就是说如何透过我们产品的开发 通路的扩展 来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 来创造客户的意望 来确保我们的竞争的优势 因为银行也必须永续的经营 银行也必须要获利的一个做基础 才有办法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所以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有 我坦白讲一个产力的肾酸 不是这个产力的问题 而是它连带的 会影响很多人的就位机会 所以常常给各位同学一个概念 我们今天从事任何的学习跟准备 就是要找到未来好的就位的机会 所以就位机会是政府 它必须去扮演了一个 很重要的这个角色 我们的失业应该是政府的责任 所以说政府的施政者 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 鞭策的这样的一个信念 如果人民有失业的话 其罪其过 是在政府的无能 所以这一点 我们都必须要再去理解 一个公司如果经营失败的 当然我们必须要考虑到 你的失败不是你的存亡 而是影响到很多 因你的失败 而没有办法找到工作的机会 所以每人都要这种信念 都要这种信念 有这样的使命 我们才有办法善尽我们的责任 来好好发挥我们应该尽的一个义务 那么这是给各位同学了解说 行销规划 以核心思想就要找到 你的赢的地方 赢的策略 赢的方针 也就是赢的方向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了解 你的现在未来的一个状况 从而你才有办法找到你的目标 然后用你有限的资源来提供最有效的市场 所以要其可 这些都有来我们行销策略的一个规划 好 那么再来我们讲第二个观念 金融机构行销的策略 行销这个策略 这个行销的策略最主要是说 我们将有限的资源 最最有效的这个组合 来达到我们的经营的这个目标 经营的目标 所以各位同学我们可以了解说 在传统的这个金融机构 我相信各位同学我们都可以了解说 银党所提供的产品大概只有两种 存款性的产品 跟这个抵押贷款的一个商品 也就一般所讲的融资性这个商品 但是随着大环境这个改变 这种透过存款款利率的一个差额 来磨取利率的经营的方式 已经随着存款利率 也差距的缩小 面临的挑战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未来整个经营环境 我想都要去改变 但在改变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基本的信念 我们都不能有所偏会 也就是它基本的信仰 绝对不能动摇 那么有关于这方面 我们来给同学做 有几个观念的分享 第一个基本的理念 因为我们从事任何一个行业 不管是过去 不管是现在或未来 我讲任何一个行业的基本信念 绝对不能忘 因为营养提供的 各位同学可以了解 它的产品 它的服务 它的顾客 它的通路 这些就是要对线 实现它的基本理念 第一个 要以顾客为导向 以顾客为导向 这个我相信 在目前这个社会上 非常的重要 尤其像各位同学 我们最近在报章杂志 有关于死安钱当中的 因为现在有太多太多的 化学的因素 都参加在不当的一个使用上 造成我们死的安钱 都发生一个问题 因为它没有站在客户的立场 它只站在个人的立场 想赚一点钱 所以常常给各位同学讲说 现在这个社会 充满的抹材害命 确实是千真万切的 所以这些人 在县市虽然赚到很多钱 但是当他往生的时候 一定无奸地义事后 这个不是威延总听 因为你以客户之名 行伤害之事 那个罪真的非常的重 真的要以顾客为导向 你说当老师要以学生为导向 尤其现在老师的 有太多太多的 为了自己忘掉他的职责 是要教化我们的学生 使他既被未来工作能力 但现在都没有了 真的 我们真的非常的难过 可以变成这样的沉沦 这样的陀落 这个过是谁要承担 我想天地间 自有因果的事后跟清算 第二个 当然要确保合理的利润 因为银行也不是福利的单位 它也必须要生存 第三个很重要 都是要善尽社会的责任 我想如果说你有社会的责任 你做什么事情会比较节制一点 不会过分 不会超过 但现在很多真的都超过 你说房地产这么贵 真的是用银行的力量操作 会借钱的人永远很会借 坦白讲没有勾结 怎么能借这么多 才炒作 所以很多的方针都错误的 害得一些辛苦者 想拥有一点点的积住之地 难如登田 关键就是在那些 不当的借贷的行为 因为它没有善尽社会的责任 你赚尽全天下的财富 到最后你必须承担 千千万万年的 无间地义的时候 到底是哪一个聪明 大家真的要审视的 你有社会责任的一个审视 你做事就不会过分 不会超过 做官就不会贪污 做老师就不会误人子弟 再来第四个 繁荣国民经济 因为刚才已经讲过了 银行业 我们要活化我们的金融业 来带动经济成长的动能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真的 年轻人毕业找不到工作 是政府的罪够 是那些官联的耻辱 你国家怎么领导 没有借口 你的借口只有 幻想 只有探人 交给有能力的人 就只有这么简单 对不对 但现在人都没有反思 对不对 用很多堂皇理由做借口 真是最够 真的最够 再来基本的做法 因为现在各位同学 你有了这个理念 你基本做到第一个 多媒体的应用 我们要把这个服务业 提升到科技业 因为现在真的科技已经太进步 太方便了 所以我们应该 利用它有利的一个科技 来创造有价值的服务 所以多媒体的应用 第二个 它的这个通路的扩大 因为坦白讲 好东西的要分享 通路要怎么去扩大 第三个 商品跟客户的七个 这最主要是要因为 大家都呼吁的 大家都有一点钱的 所以很多人很想 他有特殊的感觉 有特殊的需求 所以银行 必须在客户的属性 商品的属性 来加以做必要的七个 来满足各个不同城市的蹊跷 因为众生 众生的欲望是无量无边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银行也必须扮演这样的角色 因为银行可以创造 这个社会的风趣 所以银行的角色 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就是它基本的做法 这个做法最主要说将服务业 提升为科技化的目标 也就是利用这个科技 来使我们服务更精致 更有价值 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好 因为时间跟关系 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 好 那么再给各位同学进一步 探考说有关行销的组合 这个行销的组合 当然是给各位同学一个理由 或者说你要把这个好的产品 怎样来分享大家 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当然站在银行 有关这个行销方面 我们这边简单 给各位同学提出有10批 是刚好前面都有一个批 当然今天的这个观念 大家都很清楚 关键说面对这些 我们用什么的态度去面对 因为过去给同学报告过的 我们在传统的时候很单纯 产品只有两种 存款商品跟换款商品 其他应该都很少 但现在存款商品 换款商品 也在帮融资商品 已经不够了 因为存款差距 利率差距太小 所以现在我们都 着重了在投资的商品 所以现在金融商品 灵然满目 我们都必须要加以去七变 不是每个产品 你可以接受的 可以买的 所以有关这10批当中 我们一起给各位同学做一个分享 第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 当然最重要的 也是银行 它业务上的一个主流的一个商品 也就是它经营的标定 那么这个金融商品当中 我们要给同学了解 为什么要创新 因为不同的商品 内含 代表着不同的利点 不过这里面要给同学了解 我们话不要讲太多 今天有一句话 同学一定要记住 任何金融商品的设计 都是在算计你口袋中的钱 所以这个商品 有没有对客户有价值 对客户有没有方便 尤其对客户有没有后遗症 这个商品对后代子孙 有没有好影响 我想这很重要 但现在没有 现在这种商品都追求 多样化 多样化 差别化 还有这个 一般所讲的配合化 什么叫配合 就是一种科目 一种产品 一种存款 扮演多角色 像中和存款 有存款功能 除夕功能 借款功能等等 但是有一个很一样的事情 很多商品的设计 是说好卖 好赚 它没有考虑到 客户的价值跟风险 当然任何利润 都隐藏的 很多的陷阱在里面 到现在 高喊着公平正义 坦白讲 隐藏了很多的自私自利的罪恶在里面 所以现在的话可以听了 毒药都可以喝的 因为现在人都不想上天堂 都想上无间第一 对不对 很麻烦 所以我们今天当老师的要告诉你 任何金融商品的设计 都是在看中你口袋中的权 你要注意 好就像黄金 不好就像壁纸 都有风险的 不是没有 要自己评估 因为这是一个社会 你要懂得风险在什么地方 你才进入去买 不要人家讲什么就信什么 对不对 自己要有那种辨别能力 绅士的能力 所以现在人的思维真的非常的脆弱 人家讲什么就信什么 很奇怪 为什么 因为想多赚一点钱 如果现在这么简单 各位同学 现在的专家节省这么多 对不对 天底下没有两个字 贫跟穷 为什么 因为这些教我们赚钱就好了 到一两借钱就好了 对不对 还赚不了钱 都骗人的 真的 小心 你准备多少 你就能够得多少 况且有些是 累积的英国 所显现今生的一切的果报 不是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是老实 诚实 听话 脚踏实地一定对的 第二个 定价 这个定价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说 你这个产品有没有价值 客户有没有满力 不是说你爱怎么定价 不管你什么优惠的折扣 那都是骗人的歇头 对不对 所以现在人真的很不老实 对不对 看客户可欺 价格弄得很高 对不对 什么东西 所以现在有钱人都该死 因为他买价钱越高的 结果的品质是越烂的 所以越有钱的死得越快 因为他有的是钱 有些生意人都掌握你这个弱点 定价是很不合理 各位同学 是因为你不了解这个阴间的事情 灵界的是很公正的 你价格不能乱定 你一块钱赚到 卖到三块是合理 应该还可以容忍 你一块钱卖到五块六块 甚至连一块钱成本都不到 你卖到一百块 对不对 标榜的是天然的 卖的是人工的 那个罪很重 真的非常重 真的不要乱定价 真的 你客户的满意度为何 对不对 你这个商品的价值多少 没有错了 主导权就是你了 因为你财大四大 所以无间地义 你一定要去承担 你要怪谁 对不对 第三个通路 现在通路很麻烦 你就像现在这块 营养通路还有受限 你现在什么都便利商品通限 卖的都是毒 所以现在真的 我活到现在 真的啦 我觉得矿田水买 其他什么 那个我都从不过 你想嘛 你只要泡一个白 那个茶就好了 两天就有白五点出现了 你那个没有给你放一些 化学东西 有办了这么久 那没有防腐剂 难怪我们的健保支撑不了 对不对 因为大家都找死啊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方便啊 你方便就要找死啊 真的我们是良心 哪一个我愿意讲这种话 所以厂商要有良心 大家都有指你 现在一个月才赚多少钱 光吃药就不够了啦 真的啦 你健保再怎么涨都没有用了 关键说你这些厂商 你卖的商品 不要放这么多的毒啦 对不对 真的要有良心的啦 而且现在通路很方便 真的 真的非常那个 官商在勾结完蛋了 我没有说官商一定勾结 但是现在通路很可怕 真的 因为科技太发达了 所以没有带给我们方便 带给我们伤害 这是县市报 对不对没办法 再来第四个促销 现在广告给人说 真的你没有这种专业 凭着你会唱歌 你就会卖东西的 哪有什么健康食品 对不对 没有健康食品 如果说你的生命 可以靠健康食品 我告诉你啦 因果就没有了啦 健康的生来之以 你内心的善良 工作要脚踏实地 对不对 现在没有啊 换一个位置 换一个头脑 对不对 不会成就公司的未来 只会伤害员工的未来 就现在这么说 而且现在 这个一般促销很严重 非常严重 再来信誉 信誉就是人的信用 你看我们五常 人力理智信 要成为道德人 要人 要义 要理 要信 信是最后一个道德人 不过现在讲话都不算好 真的非常严重 有利用价值 都讲得很难 没有利用就忘了 现在人真的 在制造苦吃 自作自受 怪谁 对不对 人也 银行是以人为资产 任何公司都一样啦 所以我们必要 智能专业的信念 体能 效力的信念 还有情绪 所以现在情绪都很不好 所以人 一定要把它当作资产 不要把它当作成本 还有硬体 服务要有科技化的精神 科技要提供我们 来怎么样便利大家的服务 所以我们必要利用 硬体的设备 硬体的设备 Physical 还有流程 流程最主要是制衡的作用 但是你的流程 不要给客户等得太久 为了你的制衡 为了你的牵制 给客户那久等 没有意义嘛 要似可而止 当然不能说给客户方便 造成舞弊的机会 也不可以 那年之间 你的专业 你的经验 你有没有智慧 对不对 再来第九个 市场的定位 市场的定位说 你这家银行 的特色 品位 你客户心目中的第二位 最后分行的祭典 银行的设计 看银行的属性 定位 外内部的调整等等 只要你掌握这十匹 你就会站在影的一方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分享到处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